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 Shop,是开发教程 那我们上一节课的话就已经安装了我们的EC Shop 我不知道大家作业做了没有 如果说还没安装好的话一定要先安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课程内容 那我们这节课的话是讲我们EC Shop的一个文件结构 那有两个小节,一个是主要目录,一个是主要文件 那我们看一下目录 那主要目录的话就是有这么五个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程序 这个根目录 这个呢就是我们EC Shop昨天安装的这个根目录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我们Admin,一个是Data,然后Include,然后JS,然后Links 就是五个 这个呢就是我们后台的目录 就是我们后台管理程序呢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Data是什么东西呢 Data,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配置文件 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的SQL备份的一些文件夹 那这么里面这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后面开发到如果有用到的话会跟大家讲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些 压出包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packing 还有图片 有我们的这一个flash的一些数据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feedback 就是我们留言板的一些图片 那就是存储这么一些东西的数据目录 就是要记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配置文件 跟我们的这个数据对面文件是放到这边来的 那这是一个 Include的话 Include这一个就是我们核心文件 核心文件 里面的话就会有这么一些类 还有一些我们的扩张Lab 还有一些我们的启动程序 Init对吧 就这么一些东西 然后里面还会有这一个模块 模块的话会有我们的支付方式 我们的支付方式 配送方式 配送方式里面一些东西 就是在这边来弄 然后呢 还会有一些 这个什么收购EFS的一些对接程序 这个也是 这个是一些插件 这些是一些整合插件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加载的东西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Include Include的话 这个是程序的核心文件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夹 那FCKeditor的话 就是我们后台编辑器 后台编辑器 我们来先打开后台一下吧 Localhost Me 对吧 然后我们5J6V 添加一个新商品 这么一个详细描述 那这一个编辑器 就叫我们的FCKeditor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文字处理的一些东西 文字处理的一些东西 这是我们Include的 那先大概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程序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JS文件 JS这个目录的话 下面放了我们所有前端 就是我们前台要用的一些JS 就是前台后台的话不在那一个位置 后台不在那个位置 后台的话有一些公共的这些JS 像这是Common之类的 这个的话还是公用的 公用的话是放到这边的 这边还有个日理插件 对吧 好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那前台这一些的 这边调用的这个JS的话 就是放到我们JS文件夹下 好接着来看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重要的模板文件 LIMS 就是这个 总共的话就是这么五个重要的目录 那文字进去的话 每一个文件夹就是一个模板风格 每一个文件夹就是一个模板风格 主要目录的话我大概就讲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目录 我简单介绍一下API API的话就是比如说EarCenter登录的一些接口 比如说后期你可以做一些QQ登录 微信登录你全部可以放到我们API这个文件夹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QQ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边Images的话就是我们商品图片 商品图片全部的是放到这边来的 这边是我们的商品图片对吧 那我们每一天它是按篇来分区分我们的这一个每一个文件夹 进去之后的话会有三个这个文件夹 三个文件夹是固定的 一个是缩类图 一个是圆图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图 是哪三个图呢 第一个缩类图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列表中显示的 这个就在我们缩类图 第二个叫做Goose Image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Goose Image 就是这一张图片 那点进来这一边的图片呢 就是我们的Source Image 就是圆图 就是这一个地方显示的 这是我们Image文件夹 Image文件夹下面还会有一个 订单快递当的一个模板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一般不用这一些的 因为现在都是用机打 就是用那个机器器打这些订单 飞逗啊这一个淘宝的一个快打之类的 比如说现在打快递还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Lambler 就是语言文件包 这边上试的话是三个语言包 一个是英文中文简体跟中文的档体 就是这么几个 那我们是简体的 所以说是在这所有的这个文件包 都是在这个下面啊 在这个下面 这个后期我们也会用到这个东西啊 大家先知道这个是放那个语言包的 Mobile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模板啊 这个一般不用 一般不用 因为我们ezyshop的这个Mobile做的比较简陋啊 后期如果有需要的话 后期会出一些课程 争夺我们ezyshop的这个手机啊 我们来做一个手机商城啊 这个看后期的一些安排 那我们这一期的课程是没有安排这一个 这个可以大家期待一下后期的一个课程啊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个挂件啊 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些第三方的东西啊 看个人喜欢嘛 有些作者喜欢放到这一个地方 然后有些作者呢 又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都是有遇到过的 这个也是一个挂件啊 这两个文件夹就是会被第三方的一些开发者 用来当一个插件目录啊 TMP的话就是一个临时目录啊 里面会有一些查询缓存啊 静态缓存啊 就是放一些缓存跟备份文件 还有一些pitch pitch的话就是编译文件啊 不是这个才是编译文件 什么叫编译文件 因为我们这一个easy software是用smarty引擎去制作的 所以说我们先要编把这一个smarty引擎通过smarty 去编译成我们一个呃php文件 这样子才能展示给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所谓smarty的一个编译机制 然后接着来是我们的lims刚才讲过的wap wap的话也是手机端的一个类型网站啊 这个也是几乎不用了 那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第三方的一些挂件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录 然后再接着来看 接着来看我们这一个主要文件 就是有这么几个啊 index就是我们网站的首页 forer就是我们的订单流程 所有订单下方啊 购物车都是在这个forer.php里面处理 啊还有一个category的这个商品分类 还有一个goose 就是我们的商品详情啊 文章的分类文章的详情 然后呢就是include文件夹 include 看一下啊 就是这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一些核心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程序的其中公共文件 啊 这边label common的话就是我们公共函数库 label common 看一下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然后label goose的话就是我们所有商品的一些处理函数都是放到这边 还有一个label insert就是做我们的一些局部缓存的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啊 再来看我们的label order就是这个就是用来处理命当的一个核心 呃叫做扩展程序吧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data data里面的这一个config.php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书记库配置文件啊 就是一套程序有可能他已经安装好了 你要知道他的这一个是去哪里改的啊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主要文件啊 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文件啊 还会有一些其他文件就是有这么多啊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 改度一下啊 就是其实只要掌握这一些几乎是够用的啊 几乎是够用的 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呼 这个我们进去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跟促销有关的啊 批发啊批发批发也是促销的一种嘛 其实啊投票用户啊 就是我们会员中心啊 还有这个专题啊搜索地区 就是地区嘛福建省啊厦门市这些地区啊 Message的话就是一个留言信息的 还有这一个Message是什么 支付配送的一个demo 好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啊会有一些团购的一些东西啊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对比啊 这个是我们的对比 产品对比的一个东西 还有我们品牌对吧 还有这一个是验证码处理吧 对验证码处理啊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大概的去知道一下啊 那其他的可以不知道 刚才我说的这么五个目录 还有这么十来个文件 一定要记得它的位置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二次开发 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么几个地方啊 然后其他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其他话应该没有啊 其他的话就是大家去首先了解的大概 其次在慢慢的啊 等大家做二次开发做的多了啊 就会慢慢的知道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当然不用担心的前提 还是要用心的去啊 记一下我这一些主要的一些东西啊 那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啊 继续的这一个stvd啊 有兴趣的话就是把我给你列出来的文件夹 跟文件名啊给列下来啊 就是这一些啊 就是这么五个目录跟这十几个啊 就是你眼睛闭上 如果说那你改一个商品的行数 你眼睛闭上就知道在inclus里面的 label goose里面去改啊 假设说你有一个行数啊 前后台都用得上的话 你就眼睛闭起来就知道要在我们inclus里面的 label comment里面去添加啊 然后有一些公共的调用啊 比如说嗯 权啊我权权需要输出一个hello 那你就在我们inclus里面去输出 我们的这个hello 好 那其他的话就没有了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其他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啊 那下一节课我们看一下啊 下一节课讲的是什么 下一节课讲的是第三张 easyshop的一个主要表介绍啊 那我们就要先巩固这节课啊 先把这一课这一个文件夹的东西给弄下来啊 给背下来 好感谢大家的听讲 好感谢大家的观众 谢谢大家的观众